最近有民众向县员魏嘉贤反映说 美伦溪河堤周边树木是太茂密了 除了会挡住视线又有安全上的疑虑 而为此县员召集了县政府施工所 还有回蓝丰生态专业团队前往会刊 希望在专家建议之下做妥善的处理 也要兼顾安全和生态保育 华联市美伦溪沿岸拥有丰富的自然生态 平常出热市不少民众运动休闲的好地方 也是保育类胡福的重要棋底 之前的生态调查里面 在这个范围里有600多棵胡福会吃的食物 或利用的树 所以它是台湾胡福很重要的棋地 台湾胡福全台湾目前有260只 那在这个花莲市就有超过50只 那这边因为食物充沛 所以一年四季都可以记录到胡福 在全台湾本岛只有花莲市可以见到 这边又很容易 所以要保护胡福也要保护这边的树木 但近日却有民众反应在河堤步道上的树木过于茂盛 除了会阻挡关海视线 也有用路上的安全疑虑 为此县议员魏嘉贤也特别召集华联县政府 华联市公所及回南风生态专业团队 前往现场进行会刊 专业团队来做相关的讨论之后 那在树木的部分 那会来做相关的一些调整 让一些杂木的部分去除 让一些原生种能够让胡福成为果实或栖息的一些树种 能够保留下来 那如果影响到人行道的部分 会来做相关的一个适度的修剪 那尽量不影响到胡福的一个生态 那我相信这样的一个案例 未来可以成为未来不论在推动保育 或是环境教育非常重要的一个课程 华联县政府划设美人西口为二级海岸保护区 以台湾胡福为保育标的之一 而专家也提醒民众 胡福展翅可达一公尺 希望大家可以先从观赏它 进而认识它 请不要拿闪光灯去照射它 或者是拍手喧哗 期望打造人福共存的友善环境 记者徐立琴 华联系报导